看到23號 想到23號 講到23號 第一個會是恰哥 出去了 兩分China 在六局下半 彭正銘本機的第二支China 生涯第一192支 讓場上雙方的比數回到了2比2品種 辛苦恰哥了啦 然後也替他感到非常光榮 因為號碼就跟著他一起 引退 好像是一個世代的結束 在23號就是恰恰 他就是一個傳奇 就是 不管 我不知道未來有 會有多少能力非常強的 但 恰恰就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人 只有講到23的話 如果以台灣的 球迷來說 還是說以我們 從小打棒球來說 第一個就是一定想到彭正銘 恰哥 第一個如果是以前 高中以前是麥可秋天 然後一打直棒 以前啊 23號就變成是恰恰神敗啊 第一個直覺是那種 一個頂尖的運動員會選的背號 恰哥 他是我跟我爸最喜歡的一個選手 開始在接觸棒球的時候 23號那時候就會想到 他恰神敗 因為那時候我蠻喜歡兄弟的 然後那時候黃金三千顆又很紅 想到23號的話我會想到 人氣王吧 恰哥 當然在台灣的話一定是恰哥啊 對 你如果說要全世界的運動員的話 還是恰哥吧 想到彭正銘 恰叔叔 恰哥 當然是我的前隊友恰哥 看到23號 想到23號 講到23號 第一個會是恰哥 出去了 兩分拳打 在廖局下半 彭正銘反擊的第二支拳打 生涯第一 192支 讓場上雙和比數回到了2比2評種 一開始就是23號 然後他表現又非常的搶眼 就反方向的外星人 然後所以 如果你在中華職棒講23號 他們絕對不會說楊耀勳 一定是說彭正銘 從小就是 也是像米嘛 那每次出來 只要看到23 你遠遠的看到那個背號 因為以前恰哥是手外野 對 那遠遠的看到 那個很面熟 那看到23 他不用轉過來 其實我們就知道 那個就是恰哥 23號的精神的標誌 對就是恰哥 可能你只要看到23 尤其是黃色 你就會想到黃色名 就會想到恰哥 就是很簡單 只要一個數字在那邊 就代表一個人 說真的以後聽到兄弟像23號 那這背號就恰哥專屬 被他莫屬 說真的你叫學弟穿他的背號 也沒人敢穿 停車可以選23號啦 然後呱呱樂可以選23號 但是穿球衣的時候 我不會去選23號 我把它當成一個追求的目標 我覺得我永遠不會跟他畫上等號 進文化的時候大一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背號選幾號 我就用恰哥的背號23號 就是當初是一個開始 因為也是希望說自己 一穿上球衣之後 能夠告訴自己說 就是態度要拿出來 然後就是要堅持住 再來要面對的是今天 還沒有安打的恰恰彭正銘 當下我是初登板嘛 老實講我已經忘記我要丟哪幾棒了 我的余光瞄到下一棒是恰哥 因為我上場前 其實我沒有去注意棒次 因為我當下的緊張都在初登板上面 然後接下來又遇到恰哥 就又更緊張了 結果當下我好像丟了一顆 就頭部晉升球吧 結果在主場被虛了一番 我覺得很可惜吧 我已經忘記享受了 我的緊張太多了 就是在初登板的壓力下 然後應該說我丟那個頭部晉升球 然後球迷那個虛聲之後 我發現啊對 這是恰哥的退休年 真的沒想到一生中 就只有這麼一次機會而已 你好不容易對決到你的偶像 可是你卻忘記好好享受 可是這個機會就只有這麼一次而已 我第一次登板 整場整個局數這樣投下來就遇到恰哥 我在場上的時候看下面的打折 就已經知道會跌到恰哥了 對所以心中是滿感動的 就是因為我心裡當下投的時候是覺得說 我爸爸他其實跟我心中一樣是一樣的激動 就是恰哥是我跟我爸這間棒球的一個連結 然後從小時候 從國小的時候 爸爸都會說 現在換彭世銘在打了 然後我就會從二樓衝下來 然後就是跟他一起看那個打擊 這樣看看看到最後 竟然自己也踏進職棒場上 然後在自己的第一次登板 又有人被我遇到 所以那個感覺 那個情感非常的 對我來講非常的深 我永遠都會記得說我叫恰哥撿球 那時候是在台南比賽 然後我借了一顆球 但是我丟歪了 那大家也知道說台南球場的一壘後面是 那個界外區是很遠的嘛 所以你就看到恰哥一個 23號就 一直跑跑跑去撿球 我叫恰哥撿過球 我很開心在他的球員生涯 我有參與到 就是他的尾波我有參與到 那我很開心能跟他當過隊友 那也當過他的選手 我很開心是我曾經跟他一起 一起奮鬥過一起奮戰過 我覺得他占我也蠻重要的一個地位是 他在精神層面讓我蠻大的幫助 他算是球隊的精神領袖 那他即便不說話 他站在那裡 你也會感覺到有一股很強烈的求勝欲望 我覺得恰哥就是一直是我們心裡面的神 上一軍的時候 那一首交手都要傳給恰哥 所以那個感覺很不一樣 確實我們跟他的年紀是有點差別的 就是心境很不同 就是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的 這麼強的一個火星恰 然後有機會可以跟他一起當隊友 23號對我來講會是一個 把大家從低潮一起帶回來的 有一個代表 因為長大董事之後 知道恰哥的表現 甚至影響到整個中指的這個圈子 也一直當我們這些小老弟的領頭一樣這樣 辛苦恰哥了啦 對 然後也替他感到非常光榮 因為號碼就跟著他一起隱退 對 好像是一個世代的結束 也可以慢慢的傳承到後輩 因為棒球就是一代接一代 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我們的棒球不會越來越強 對 然後恰哥就是辛苦了 球衣跟著你在今年退休 我覺得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也為你高興 我覺得剛開始如果路易四 是23號到恰恰 傳23號我覺得那是一個傳承 那現在的23號就是恰恰 它就是一個傳奇 就是不管 我不知道未來有 會有多少能力非常強的 但恰恰就是一個無可取代的一個人 對 恰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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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